行政院針對國會職權法案 提出複議 立法院今天敬明表決 最後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的複議案 跟刑法的複議案 在藍白聯手之下 皆以六十二票反對 五十一票贊成遭到否決 總統府表示賴總統會在收到 咨問之後 誠聲評估是否申請釋憲 而行政院跟民進黨團也都表態 將要提釋憲來反制 民眾黨團則呼籲行政院長 朱鎔泰要接受立法院的決議 國民黨團則強調 會行使聽證調查權來監督政府 立委排隊記名投票 一張是粉色立院職權行使法的複議案 一張是黃色刑法的複議案 不過在藍白黨團人數優勢下 兩個複議案皆以六十二票反對 五十一票贊成被否決 本院原決議予以為辭 行政院長卓鎔泰表示 將演議尋求憲法救濟 總統府表示賴總統在收到 諮詢後會審慎評估是否申請釋憲 民眾黨團總召黃國昌呼籲卓榮泰 接受立法院決議 國民黨團總召富昆吉表態 會行使聽證調查權 全力監督政府 民進黨團則將全力反制 復議案被否決後依照相關流程國會職權修法等總統公告三天後實行生效 民進黨就能提示憲 並請求大法官做成暫時處分 讓法案暫時不生效時效六個月 之後暫時處分就會失去效力 記者恩榮張明如張國良台北報導 省南 Target 報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